还是拜托五位好好帮他们 日久生情也逐渐建立了感情 可说的儿女觉得我这么年轻 找她父亲肯定也是为了钱 我现在就想有一个家 有一个名字 也希望她的儿女能支持我们 儿女们这边呢 这要让我跟小刘断绝关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接下来这对在爱情大陆上 碰到坎坷的是一对忘年恋 他们说要一个名分 难道真的就那么难吗 来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我要特别介绍 在我左手这边的是这对恋人 他们分别是何树 今年65岁 来自北京退休 站在他旁边的小刘32岁 来自河北是一位保姆 而大家看站在我右手边的是 何树的儿子 来我们有请 有请 有请 怎么会不同意父亲 应该支持啊 我不希望他们俩在一起 为什么呀 首先 我爸爸47年生人 今年65岁 他80后 跟我媳妇一边的 他怎么能当我的后妈呢 何叔 怎么认识的呀 说来话长 国外人 03年去世了 我呢 就认识到 人生 这么短暂的就过去了 不如 我 我 他最后 感谢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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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现在是八岁 当时住的时候多大 当时住的时候才三岁 那是管叫爷爷呢还是叫叔叔 叫爷爷 那个说把孩子接来一起住 就是你们把他当是一保姆呢 还是说是恋人呢 那会儿反正多少我有爱慕之心了 何止还是爱慕之心呀 就算是恋人就怎么了 那爸爸我现在可以说话了吗 可以说 妈妈去世以后 你一个人孤单你需要照顾 可以啊 请保姆 没有反对啊 那只是保姆嘛 你找个老伴 可以啊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找个老伴 找个岁数差不多的嘛 你猛的一把 独刀小妹 保姆 老伴 合在一起 更何况他不是老伴啊 他比你的女儿还小 他还算是老伴吗 你合在一起 你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能介绍吗 我姐姐 因为这事都跟你断绝快意了 我在中间我容易吗 我接受不到你们这样 我们这样怎么了 又跟你们造成什么困难了 又造成什么损失了 不生气啊 把情绪平复一下 我就感觉 婚姻已经自由了 年龄不是差距 对 我们俩确实有感情 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也是属于符合法律 对对对 就这样在共同生活 您不是请他去做保姆了吗 对啊 结果这保姆变成了 爱人了是吧 后来让我轰走了 让我姐轰走了 住了多久给轰走了 住了 一年左右 什么时候你发现 你也爱上了 何叔呢 08年吧 因为他对我的孩子 特别的好 我前面是有一段 很失败的婚姻 因为农村住满情侣 我生了一个规律 那实际上面 等于从08年开始 你们就相爱了 在一起了 现在四年了 对 实际上 这四年来家里的日子不好过 不是吧 但是不论怎么说 四年也过去了 他们之间相爱 咱做儿女的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 不那么固执地守咱们的想法 我接受不了他们俩结婚 我姐姐们不能接受她是个保姆 我可以接受她是个保姆 但只是一个保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猜测我们一家人 多年 那种感情 行 那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你们不反对你父亲再婚吧 不反对 但是对这个他再婚的对象是不是有要求 我希望我爸能找一个跟他年龄相反的老伴 现在还没有正式旅行结婚手续 男人子不妙的 女人 他也不像不妙的 我还会接受不了 你不像不妙的 我可以接受的 我现在看妆子 那我吃的 最好 我就应该多一些 你会接受不了 你会接受不了 我 我 你要 你 你要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你醒醒吧 何止明分呀 我什么也没过 我跟你说 我都磨破嘴皮子了 你还不明白吗 你说他给咱当这几年保姆 他挣了多少好处了 你让我一无一切地说出来吗 不就是每个月两千五吗 何止啊 我爸爸那时候我妈妈辛辛苦苦 一共有一百万存款 自从我妈妈去世以后到现在 变成五十万存款了 其中有十多万 是我爸爸自己花的 剩下的呢 不全给他去农村那边盖房去了吗 嗯 什么农村盖房 他家盖房 我爸爸花的钱 哪年啊 那是在零八年左右的时间 我去了上一趟他家 看到他家这个房子确实挺破旧的了 于是呢 我就说呢 在你的房子上翻修一下盖个房子吧 就整整盖了一套房子 这是我花的钱 我没有要过 他们都不相信 盖了吗 盖了 确实盖是盖了 如果他成为你后妈 你爸给他盖这房子 你还反对吗 我不想要你说的如果 跟我没关系 别那么狠对我啊 我再问啊 现在你们住的房子是什么性质的 是我的楼房 您的楼房 对 多大呀 两句实 这房子有什么打算吗 就是我住着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什么打算 您跟他结婚之后这房子有什么打算吗 结婚以后 没有什么打算 你能没有什么打算 你就给人盖了房了 就不差你 这个房子 他什么打算 我心知肚明 我没有什么打算 多少这种事啊 哎 这个没事 现在这个婚姻法是有修订的 你知道这事吗 我知道 夫妻共同财产是婚后财产 哦 婚前的房子别人就归别人 是吧 也就是说你其实根本就是喜欢何叔这个人 没他们想那些事 是吧 像你们结婚之后 孩子怎么打算呢 孩子 我是想自己带着 因为现在我跟孩子也不是见的时间很长嘛 因为我经常在北京 孩子在老家嘛 等于想把孩子也接过来 对 你刚才说你知道他心里什么打算 想得压根就不对嘛 婚前财产的还是你爸的你知道吗 你一定会觉得他们要去做公证吗 我不管怎么跟你们说 你们都觉得我是贪图什么 其实我留在这里就是为了你爸 来做保姆之前 你爸就跟我说他一个人 没有人 很孤单 然后需要有个人来照料他的家 这会用你操心 我不可以跟我爸再找老爸 再找老爸 你们做儿女的一年都回不来几次 你爸爸很可怜的 我今天鼓足勇气站在这个台上 我不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 这你倒还真阻止不了 对吧 接下来就是我们专家的提问时间 帮助他们来面对他们现实当中的困境 一起进入秋比较的地方 学总有问题了吧 来吧 小刘说的他一个人很孤单 我要痛你挑大拇指 你们做儿女的这是你们的不孝 你们凭什么说我父亲的事情要你们来做主 你们有自己的家庭可以理解 但是您的父亲需要自己的家庭 需要有人去爱他 而且就算我们倒退一万步来说 他们俩之间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的真爱 女的只是想进城找个依靠 男的是年龄大了 现在需要一个生命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有什么问题吗 他跟你要钱去结婚了吗 一个是图个安宁 一个是图个老伴 或者年轻的伴 这都是人类正常的需求 你们做子女的凭什么反对 这是他们的权利啊 而且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大不孝 你父亲今年65了 你们儿女就算是一年天天回去陪 你儿女的权利在这个城市里面 OGNES 如果是人类的权利 保证 你必死意 不忽略 不忍 那你耳朵 要对 女人 约 不忍 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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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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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